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结婚当导箭牌这可不行 经血液检测 该女子酒精在血液中含量为149毫克每100毫升 涉嫌醉酒驾驶 正常接下来就是吊销驾照 罚款 情节严重的还有拘役 但交警了解该女子第二天确实要结婚 做了人性处罚 让其先回家办理婚事 之后再接受法律的处罚 新娘子结婚头一天啊 这个婚礼还没办呢 能顾得上去喝酒 每百毫升这血液酒精含量是145 这不是酒价 这是醉价了 这么紧张的时候 你不应该敷个面膜做个美容 来来来回回的啊 你得过一下这个婚礼细节嘛 这人家交警倒是挺贴心 让你回去先把这个婚礼办完了 你再回来处理 但咱说心里话啊 你说你这心里装这么大个事 婚礼你能办它是吗 完了你还能 哎呀 难受啊 你说你得憋着不说 不能让嘉宾啊 亲戚知道了 那人家不得笑话呀 你憋得难受不 后悔不 人家这婚礼办完了都去旅游了 度蜜月了 你还得找 找个地方做反省 哎呀 这顿酒让你喝的 哎 你肯定能记一辈子 沈阳 家有宠物犬的各位 从今往后 你家爱犬要有电子身份证了 对违规张贴的小招贴 沈阳将进行电话惩戒 具体怎么惩戒 市民如何举报 接下来一组生活资讯 马上了解 在沈阳违规喷涂 刻画和张贴小招贴中 再有电话号码的记住 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语音通知 该电话语音通知 是执法前告知的必要流程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利 通过各地区举报电话 或沈阳智慧城管微信公众号 市民通手机APP等 对违规喷涂 刻画和张贴小招贴的行为 进行举报 沈阳的羊犬人士 现在足不出户 就能办理电子犬证了 沈阳城区羊犬的居民 只要准备好居民身份证 犬肢的正面全身彩色照片 犬肢的狂犬病免疫证明 登陆沈阳市政务服务网站 或者手机APP应用程序 就可以进行操作 足不出户就能办证 免审缴费 眼下羽绒服开始在北方热销 从今年4月1号起 羽绒服装新国标正式实施 其中最大的亮点 是把含绒量修改为绒子含量 以往标准中 含绒量同时囊括了绒子和丛绒子 或毛片根部 脱落下来的单根绒丝两种含量 新国标实施后 则指标注羽绒里面的绒子含量 按照规定 服装成品绒子含量不低于50% 才能称之为羽绒服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在南兰世界杯预选赛中 中国南兰特场加时战胜巴黎 正式获得2023年南兰世界杯 正在参赛资格 2023年南兰世界杯 将于明年8月开打 加油 中国南兰 接下来再说个好事 后天也就是本周四 沈阳将开启一场盛宴 中国沈阳韩国洲 其实说到韩国洲 有年头了 这届已经是第18届了 这要是按咱人来算岁数 都长成个成年人了 所以这一届的韩国洲 也长大了不少 跟网界相比 规模更大了 层次更高了 将有7项经贸合作活动 5项中韩文化交流活动 来自韩方的100多家企业 将和沈阳的200多家企业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洽谈对接 当然了 大伙关心呢 还是有啥好玩的 好看的 好吃的 说到这个呢 我得插一句 那17号啊 其实还是2022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这召开的日子 简称 聊恰会 韩国洲算是 聊恰会期间的 9项主体活动当中的一个 那大伙关心的 中韩歌踪 舞蹈和韩国特色食品 在聊恰会的开幕式上 都能找着 开幕式的地点呢 是在新世界展览馆 另外 韩国洲期间 沈阳的西塔还将举办 中韩美食节等活动 整个韩国洲的时间啊 是从17号到21号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回来咱们接着了 注意 请注意 姜姜排骨 免费甚至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孟知新姜姜排骨 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类牌 保证软爛脱骨 租群56道古法老工艺 古苏肉烂 12小时 慢顿浸泡入肺 23种中草药 香料秘质配方 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 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 银色红黄透亮 口感香 酥嫩滑 骨一扯就掉 肉一咬就烂 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 孟知新 酱香排骨 排骨肥瘦相间 不柴不腻 肉质细嫩 入口即化 开袋即食 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 我们保证黑猪不胃饲料 不圈养 吃的是五股杂粮 各个健康 肉质绿色安全 有保障 免费吃 免费吃 百年老店 请免费吃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孟知新 酱香排骨 百年老店 真正的铁锅慢炖 大块排骨 骨少肉厚 鲜嫩十足 炖到香味透骨 骨酥肉烂 每一口都唇齿流香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即可享受原价297元 三大袋 本年度装供价 只要39元 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 只要39元 快递送上门 或到财付款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如果您觉得好吃 实惠 您留下 咬不动 退 不脱骨 退 买贵一分 退 请您抓紧时间 打电话 订购吧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如果您觉得好吃 实惠 您留下 咬不动 退 不脱骨 退 买贵一分 退 请您抓紧时间 打电话 订购吧 由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指导 14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 辽宁省首款省级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 汇疗保诞生了 129元保一年 可想最高达301万的医疗保障 汇疗保 低保费 撬动百万健康保障 全新守护万千辽宁家庭的幸福生活 热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导报 为您服务 大家好 我是萱萱 双十一啊 已经过去四五天了 大伙的一个单 都到货了吗 我下单呢 已经到货了 昨天我去取快递的时候 那门口都没进去啊 一地的大包小果 连站点啊 人都得 哎 汤着走进去 上一组数据 咱们一目了然 那本月一号到十三号 我省的快递业务量 也就是出港量是八千零三十四万件 快递投递量 也就是进港量 是一万两千九百七十四万件 换算成一的单位啊 就是一亿两千多呀 行啊 大伙真挺能干 当然了其中我也出力了啊 大伙这么能买 那买啥的最多呢 依据某电商平台的统计 有四类商品卖的最火 运动户外 宠物商品 潮玩 还有珠宝 小电器 智能家电的销售呢 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百分之百 比如说 面膜冷热仪 低碳清洗机 内衣洗衣机等等 这些东西啊 这不是刚需 平时买呢 多少啊 咱还得合计合计 但是双十一有满减的活动 这就觉得划算 咱得下单 还有个事啊 不知道大伙 薅羊毛们 就是菜鸟驿站啊 在双十一期间 推出了一个回乡计划 就是大伙啊 去取快递的时候 把这个包装留下 然后现场扫个码 咱就可以在APP里边 免费领鸡蛋了 这可是真鸡蛋啊 可不是那种 拉着老人去领鸡蛋 忽悠他去听课 再让你去消费 不是那种 是正把井的 把这个旧纸箱啊 回收了 给大伙换鸡蛋 那回收回来的旧纸箱呢 一半呢 会二次利用 实在不能用的啊 就会打成纸浆 再造成作业本 送给小学生 整个活动呢 是到本月的二十号 大伙啊 谁去扫了码没有 扫了多少个鸡蛋了 您是煮了 还是炒了吃了 这鸡蛋啊 现在也不便宜 能免费给 咱凭啥不要啊 再说了 这也是咱们为工艺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吧 低碳 减碳 下面啊 是个关键词 那今天的关键词 是贴心 大连火车站 一群农民工 想要买火车票 二等座 没有了 一等座 又太贵了 一位贴心的售票员 为了帮农民工省钱 帮他找了一个 不换火车 只换车厢的买票方式 也就是分段买票 把农民工大哥们 是感动够呛啊 这就是最近发生 在大连火车站上的一幕 当天 一名男子 帮回老家的农民工买票 可因为二等座售庆 一等座票价又很贵 如果坐不上这班车 大伙就得干等几天 售票员在了解情况后 通过查票 和各个班次列车的筛选 最终找到了一个 折中的好办法 让大伙买到了 只需要转换车厢 价格与二等座 接近的回家车票 售票员的这段对话 虽然很短暂 但听着又耐心又贴心 谢谢你 懂得分享 快乐加倍 沈阳的王女士 家住一楼 在自家花园里种了很多花 最近一场大雪 看着心爱的花 被大雪锁压 属实太可惜了 于是王女士 就都摘了下来 把近百枝鲜花 放在楼道里 分享给邻居们 谁喜欢还可以带回家 送人鲜花 手有余香 王大姐 也希望你幸福地 像花儿一样 要说可恶 辽阳一名盗窃嫌疑人 居然盯上了 别人家的大葱 最近辽阳县村民 丁先生有点郁闷 咋回事 他发现自家田地里 种的四百斤大葱 被人偷了 大葱 白菜 这可都是过冬的主力军 一下没了半壁江山 那可不行 他赶紧报了警 警方一调查 马上有了线索 有邻居说 见过有可疑车辆 在田地边停过 民警根据这一线索 最终锁定了 盗窃嫌疑人苗某 据苗某交代 他开车路过 看见大葱长势挺好 四下又无人 就动手偷松了 目前苗某已被当地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 十一天的处罚 现代版的燕过拔毛啊 你要是真稀罕人家葱啊 我教你一招 你使劲夸 往死里夸 你这葱长的可真水灵啊 你真是个勤快人啊 我就不信了 就冲咱们东北人 这实在劲 你不要人家 都得送你两捆 那不比现在这样强太多了 隔城里住久了 不少人啊 就想到处去走走 去捋个油 于是呢 房车旅行 这两年是越来越热 那现在市面上的房车啊 一般都多大呢 有哪些功能呢 适不适合 带老人和小孩一块坐呢 停车方不方便呢 带着这些疑问 最近啊 咱们生活导报的记者 在沈阳的一个房车基地 做了一番调查 市民刘先生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旅游发烧友 平日里一有时间 就愿意出门旅行 今天也就是想了解了解 房车啊 还有露营这方面 因为平时自己开车出去 不能带家人 我是想带着家人 到处走一走 转一转 这样是一个新的生活态度 虽然家里也有私家车 可老人坐车时间长了 也会感觉很累 所以刘先生想到了房车 今天他来到了自驾车俱乐部 也见到了梦想中的房车 现在您看到的话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车是六座五卧的 那么首先有我们的额头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后置床 这个整个床是非常大的 是两米二乘一米五的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的冰箱 这是三百八十升的冰箱 目前是房车车厢里面 应该是冰箱最大的了 对 然后我们这边那是卡座 这边能改成床吗 对的 非常聪明 从基本的构造和功能来说 这房车完全能满足刘先生 想带着父母出行的意愿 只是不知道这么大体积的一台房车 在驾驶上是不是容易 虽说自己也是一名老司机了 可头一次驾驶这样一个大家伙 几次熄火也是难免的 C2应该是都能开 就是以我的驾驶经验来说 你有4E票 等你对这个车的宽度和长度 有一定了解 对这个拐弯角度 有一定了解之后 就能正常驾驶了 不难开 据了解 房车旅游起源于自驾旅游 正是近几年最流行的旅游发展趋势 一些景区 山庄 也都顺势而调整了经营思路 因为在这两年 这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吧 周边这些自驾游啊 周边游啊 开始风行起来 包括这些露营文化 房车啊 帐篷 这些东西的兴起 所以今年我们也开始 往这方面开始转型 在户外增加了 房车小院 然后帐篷 可以露营 可以烧烤 可以过夜住宿 现在一台适合大众驾驶的 国产C型房车 大约是40到60万一台 也不是所有家庭都适合购买 如果想做一个体验 除了一天花上千元左右 来租用移动式的房车 刘先生还发现了这种房车小院 这种房车更适合固定放置 也可以拖拽 更重要的是租金也相对便宜 三五百块钱就可以满足 带着父母或者儿女 乘坐房车的需求 可能我在考虑 我是直接一步到位 买那个房车 还是暂时来体验一下的 租住小院这样一个情况 那个房车今天也试驾了 感觉也挺不错的 位置宽阔 里边的功能性也比较强 用电设备也比较齐全 这两个都在我考虑范围之内吧 除了买车要承担一定的费用 大家还比较关注的是 房车的停留问题 如今全国各个景区 和大型停车场所 也都在努力打造 不同形式的房车营地 这样我们这个房车营地 它可以提供房车的 几大功能的需要 比如说房车的照明需要 那就是落电 房车的充电需要 那就是强烈功能 而且房车的上下水功能 这都是我们自家营地 所应该给大家提供的 方便的一些停留条件之一 所以说我们这两年来 中国的房车日趋发展 现在我们中国国内 大约百姓拥有的房车量数 在20万左右 现在辽宁省的房车 不到万台 也就是没有超过一万台 那么这样我们房车的 拥有率实际上只占 我们游客的5%以下 所以说房车旅游 在以后的一个阶段 会更加迅速普及发展起来 据统计从房车的购买来讲 现在50到60岁左右的人群居多 如果是出租房车的话 中青年居多 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 带着老人 孩子或者朋友 一起出行 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房车的功能和应用 也是越来越广泛了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 房车旅行之外 这房车的户外露营 定点露营 房车的移动办公 以及中考高考这样的一些考试的时候 家长和孩子也会选择租用房车 看来房车的消费 大伙是越来越接受了 出门在外 手机没电了 这种情况大伙应该都有过 那你们有没有用过共享充电宝呢 目前市场上共享充电宝的租用价格 大多是每小时三块钱 而景点 热门的景点和商区 车站等等的价格呢 在每小时四到六块钱不等 在个别的点位呢 价格甚至高达每小时八块钱 不光是价格不一 充电宝难归还 也成了消费者投诉的重点 我有一次遇到了好像是 就是用了一共是四十多块钱 然后我觉得太多了 我就把这个充电宝买下来了 九十九块钱 就是越来越贵 会花十几块钱左右 差不多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商场当中 记者在随机的走访中发现 这家商场中存在着五个不一样品牌的共享充电宝 那同样的品牌的充电宝在不一样的地点 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三元每小时 有的是四元每小时 随后记者走访了酒店 餐厅 车站等多个地点 发现共享充电宝租用价格不统一的情况非常普遍 即便在同一酒店的餐厅距离不到十米的两个地点 共享充电宝租用价格也不相同 目前市场上的共享充电宝 大部分是扫码后才能看到具体价格 极少部分共享充电宝的柜机上贴有价格标签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 他们租用过的共享充电宝 充电速度都比较慢 所以经常需要充更长时间 一般它充得比较慢 所以上手机充到50%或60%的话 就已经是十几块钱了 共享充电宝的归还也是个难题 那我有跑过三个路口去还一个充电宝 就跑了三家店都没有 附近没有站点的话比较麻烦 对 还在走单车然后去找站点 一般的话我看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吧 它有的地方不能还 然后不能还它就直接扣你99 黑猫投诉书据显示 自2022年1月以来 黑猫投诉平台共享充电宝相关投诉 累计有29000多条 其中仅2022年8月 涉及共享充电宝的相关投诉 累计超过了4500条 为目前单月最高 就归还难的问题 记者联系了一些共享充电宝的运营企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出现柜机没有归还空间 或柜机没电 归还后持续计费等问题 消费者可以尽快与运营商客服沟通 一般来说我们会帮用户免费暂停计费24个小时 那用户只要在反馈后24个小时内归还成功 就不会有额外的收费 记者在多个共享充电宝平台的用户协议 和扣款授权确认书中看到 目前对于用户的支付扣费 是默认自动扣费 超过24小时未归还 费用在20元到40元不等 总封顶99元 如果手机掉电很快 共享充电宝可以解燃眉之际 可是咱们用之前一定要看好 每小时的费用和归还的方法 特别是有充电宝 在付费的时候会跳出来一个套餐选择和单次选择 你看一下买套餐的话 看上去可能用一次扣钱不多 但是咱们是不是能常用到啊 这也是我们该合计合计的 我倒觉得啊 每一次咱们出门的时候 你可以把包里边放一个自己的充电宝啊 一部手机一个充电宝基本就够用了 前些日子在云南大理旅游博主曹先生入住了一间18块钱的标间 对 您没听错 住一晚只要18元 比一杯奶茶都便宜啊 可把这曹先生给乐坏了 那这房间到底啥样呢 为啥这么便宜呢 咱们这就去看看 兄弟们你们拆这个房间多少钱 18 对 你没听错就是18 我现在在这个大理古城给大家看一下 这18块钱的房间 还是个标间两庄城 然后这个卫生间的环境也挺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18块钱 咱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平台的活动 还是这边客栈就这么便宜 我看一下明天的叙述不是18块钱 但是35 那也很便宜啊 感觉这个钱别说是房租了 连打扫卫生洗床单的钱都赚回来 现在看的话 大理这边三四十的民宿还挺多的 但是淡积的时候就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本来房间卖的就不会这个二三十的现在还有 我一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就非常便宜 就过去住了一下发现的的确是这个价 我那天看到还有三块钱的房间 可能是因为淡季啊 当地的民宿呢也比较多 所以便宜 入住之后啊 觉得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而且啊都是正常入住 没啥隐形消费 估计啊 这也是当地宣传旅游想出的一个大招 虽然说18元的房费够便宜 可18元就可以向全国打出一个旅游广告 这真的很值 估计这一波宣传出去啊 大理那边又能迎来了一大波游客了 轻轻的河水流啊 白鱼一一远走 晴朗的天空照到地 我看太阳升起 不扰的土地呀 花香飘万里 微风吹动着大地 烦恼已过去 啊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аний爱你 啊 我爱你 万里 道美 ress 在一起 玛丽玛丽 深深地爱着你呀 美丽的土地 一代一代的人们 生活在这里 不饶的土地呀 花香飘万里 微风吹动着大雨 烦恼已过去 啊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因为断马无法销售 今天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男款女款正品雕容大衣 免费送给您了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给您送到家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您免费领取到的 就是我们身上这件 它有男款 还有女款 可以说呀 上身效果非常的好 没有拼接 没有色差 毛料的条纹呢 是一反一正 一体压纹成型 所以啊 能够产生 自然流畅的 玻璃纹的效果 来看一下女款的话 采用的是隐形的皮草安扣 您听一下 这扣子的声音啊 特别清脆 那我们在工厂的车间啊 也是亲眼见到了 这可全部都是老师傅们 手工缝制的 领口再配上 这亮晶晶的水钻皮草大扣子 更是点睛之笔 还有雕容大帽 一体成型的 咱们的男款啊 采用的是修身的版型 整洁时尚的拉链式的设计 刀线的裁剪 都是一线 国际品牌的老师傅 才能做出这种 今年流行的 简林欧罗巴风 穿上啊 就显得更年轻 刚才啊 我们也是跟张厂长 学了一招 什么是正品的雕容大衣 来看一下细节 我直接拿一根拔针 每一根毛都 让您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这么细的针 我往里放啊 都放不进去 证明毛针是非常的厚 底绒丰厚 毛针短鞘 大家看毛绒比直 柔软亲肤 不仅仅质感好 而且啊 上身效果还好 很耐穿 好打理 穿上十年不褪色 一件好雕 穿十年 免费送 仅剩最后十多件 清仓时间 仅剩最后一分钟 抓紧时间打起电话 登记您要的尺码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没本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曼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曼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好 停的了喘 老曼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好 热爱生活人人有则 生活倒报为您服务 我是萱萱 前不久的一个凌晨 江苏扬州有名司机 酒驾后肇事 居然打电话报警 还企图嫁祸给代驾 结果把这戏给演砸了 前天凌晨两点多 扬州市交警一大队接到报警 称一辆SUV发生单方事故 民警到达现场后 看到肇事的这辆SUV正停在绿化带上 旁边一名自称车主的小伙子表示 车是他的 至于怎么会开到这里并发生事故 他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民警询问 小伙子始终不承认车是他开的 期间一些话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我的车就停在红张房 因为我就去红张房睡觉 看来这酒劲还没过 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 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高达183毫克 随后民警调取了事发时的视频 结合询问驾驶人的现场执法记录仪内容 还原了真相 当天凌晨 这辆SUV沿市区北门外大街 由北向南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时 匀速撞向绿化带 事故发生以后 一名男子从驾驶室下车 经过对比 对方正是画面中的小伙 为了逃避处罚 他还拦下了一名路过的代驾司机 要求其帮忙把车辆开到车道上 遭到拒绝后 小伙报警称 代驾司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逃逸 并在民警面前上演失忆的闹剧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你一定以为你脑子挺灵活吧 自个儿撞完车 就把这个代驾拉过来给你顶包 人家不愿意 你就说人家肇事逃逸 哎呀 你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我说你啊 你不但是缺乏法律常识 而且还有点缺德 冬天来东北看雪景 那是咱们东北人最自豪的推荐 节目的最后 咱们一起去铁岭 看看雪季出勤 云海中的日出 与大地上的雾松景观 相应程趣 美不胜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